政府呢拍板定案福岛核废水 两年之后就要排入海洋了 包含了韩国 包含了中国大陆都已经发出了严正的抗议 但是我们的蔡政府呢 却只是轻轻表达了关切 尤其是驻日代表谢长廷 驻日代表谢长廷的驻 真的是要改成的帮驻的驻这个字了 他呢用了103个字 看到了什么呢 人家呢核废水要入海了 其他国家都抗议 但是我们却不敢吭声吗 好来看到呢 谢长廷在脸书上写了些什么 他写到了说 日本政府决定经过了处理稀释的福岛 低核电厂的废水排入海 真的只是呢 我们一直有透过管道向日方表达关切 他就是表达关切 但是也没有说要抗议 然后要求呢 日方要重视多元的意见 还写说原始呢 委员会会有表达反对的意见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密切关注动向 还是密切的注意动向而已啦 要会搜集资料 但是就是不会抗议 所以呢 蔡英文就被轰了 说遇到日本是不是我们就腿软呢 而且呢 谢长廷他还引用了日本的说法 他说这些西市之后的废水是可以喝的 蓝伟就怒轰蔡政府 根本就是趴在地上对日本称臣 还有网友大骂说 驻日代表 要不要先带头把日本的核废水喝光光呢 日本要核废水到大海 大陆南韩跳脚抗议 但台湾官方只敢说关切 福渊轻轻说反对 连抗议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 这边的国家大家都用抗议 台湾是用遗憾 台湾不是太软了 根本都趴在地上 对日本人称臣 蔡英文总统 我们台湾现在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全面害怕核废水 但助理代表谢长廷却引用日本说法 说稀释后的废水可以喝 排入大海没问题 网友崩溃怒哄 我OK你先喝 把日本当阿公了 更有人呛谢长廷 扫服要不要表演吃鱼 日本大哥哥的核废水 助理代表应该喝光光 鱼民更痛骂核废水一旦流出污染 生计全完蛋 网友也炮轰 难道蔡政府可以对鱼类限制住居 让喝了核废水的鱼不要游过来 对上日本核废水 台湾一生都不敢谴责 看在百姓眼裡 原来在蔡政府心中 人民食安远不及亲爱的日本大哥哥 记者林一祥林玄台北报道 日本政府拍板确定 辅导核一厂的储存核废水 稀释之后会排入海洋 而来看到现在日本也说了 不是只有我们会这么做 他现在还看法到其他的国家 说台湾大陆韩国也是有排 没有看到其他周边的影响是什么 他所提出来的是包含了 2015年法国也曾经排过 还有2016年的韩国粤城核电厂 也曾经排过这么多 还有就是第三核电厂 台湾的2002年的时候 也曾经排过 而且当然我们也是呢 原轮会也提出了资料说 对啦我们的确是有排过 好这什么意思呢 好像是呼应这个日本 对我们就是曾经排过的意思 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他在阁员会议之后接受访问 他竟然脱口而出说 那些水呢喝了之后也没事啊 在场的记者一听到 真的很怀疑自己的耳朵 但是呢麻生他丝毫不觉得说错话 他一起呢离谱的言论 连日本人都听不下去了 说真的是你倒是自己喝看看啦 你喝了没事你OK 我OK你先喝嘛 那你先把这个核废料水呢 当日常水来喝 其他网友是较好提议 不如呢国会的饮水机 国会的饮水机就装这些核废水吧 还有人说应该让这个同意 核污染排放的政治家们 先喝个一年来看看 看你们安不安全 整个事件呢在网络上 好多的网友都怒轰了 我们来看到其实呢 他真的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不是只有日本 不是只有韩国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看到台湾是在这里 好他排放的话 福岛核电厂的这个水呢排放出去 我们虽然距离是大约 2212公里 但是呢这个潮水是会流动的 他不是固定的 他会一直流到清潮流流流 流到太平洋再流回来 有一天还是会流回来 而且他污染的是整个的 海洋生态 好50天之内呢 他就会扩散到太平洋 7个月之内呢 会飘到冀州岛的海域 340天之内会覆盖日本海 好10年之后 全球的海域 全部都会受到影响了 好但是呢 有人就说秋刀雨是首当其冲 好现在呢 我们还自己讲说 我们就是来监测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食物这些 他的这个海鲜呢 吃到我们的肚子当中 会造成什么样身体上的影响 这些恐怕惊人的密鸟鱼 以前都曾经发现过的密鸟鱼 如果上了餐桌的话 这些辐射过的这些鱼类 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真的是很难想象 那么现在呢 日本决定要这么做 把这个废水呢 排放到海当中 其他的国家 海洋生态其他的影响 大家都有疑虑 而反莱朱医师 苏伟说他也说 即使说这个含量再低 它是稀释过的 但还是对民众的健康 会造成影响 也希望呢 蔡政府能够对日本政府 表达严正的抗议 这次日本决定将上一次 就是福岛核灾 他们用来冷却这个 反应堆的这些废水 稀释之后排放到海里 那他们的辩解是说 这里面只有川 那川在很多国家的核能电厂 也有做一些排放 包括在空气中 水中也都含有川 但是问题就是 日本所排放的这一批废水 它是当时为了救灾的需要 去冷却那个反应堆 所以里面最大的疑虑是 除了川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核种 就是会有其他的辐射线的来源 而且因为排放的方式 是排放到海里 海里之后我们都以为海水很大 所以它可以稀释掉 但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 海洋当中有非常多的生物 包括浮游生物 它可能会产生一种 叫做生物累积的效应 那浮游生物让小鱼吃了 那中鱼吃小鱼 大鱼又吃中鱼之后 可能累积到鱼身上的这个辐射 可能就高于原来海水中的浓度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 辐射本身它是没有安全气量的 就是不管它多低 它对身体都会造成伤害 更严重的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些辐射源 吃到体内之后 如果它是存在环境当中 我们还可以用皮肤啊 或者一些建筑物去阻隔它 可是吃到体内之后 它就会到我们的细胞 到我们的组织当中 等于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 那这样对人体产生的伤害就会更大 这是我想国际上最关切 也最愤怒的部分 当然我在猜 政府可能基于跟日本政府的一些 友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 显得好像不太敢 讲话太大声 那也许日本后面因为有美国在撑腰 所以台湾的政府声音就会更小 所以我看现在只有透过民间的声音 像日本的相关的单位 表达正式的一个严正的抗议跟反对 不然的话因为台湾有非常深厚的海鲜文化 我们四周都是海洋 那这个日本的海水 它倒到这个日本海之后 日本的海域之后 我们知道有一些黑潮清潮 黑潮会从日本南下 就到台湾海峡附近 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海域 还有渔民的捕捞之后 消费者的信心 跟我们人民食品的安全 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正抗议这件事情 因为还有两年才要做 所以这个还有一点转还的余地 其实以目前虽然日本 还没有大量的把它倒到海里 但是包括那些渗漏的部分 其实就已经造成了影响 这个部分我想站在我们食品安全的立场上 是一定是严正反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